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半自動咖啡機的溶法 首先有半自動咖啡機 還有電動的磨豆機 開始我會為大家示範兩杯Espresso 沖咖啡之前要清潔好些容具 然後磨粉的步驟 掃平咖啡粉 然後做這個填壓的步驟 壓拭咖啡粉 旁邊多餘的咖啡粉就可以掃走 在放咖啡機之前 沖乾淨的沖煮頭 福寶母上一杯咖啡渣 抹乾淨的滴水盆 那碎取的mL數 就會是25至30mL 就完成一杯Espresso 其實每次沖完咖啡都會稍微升級一下 掃乾淨的咖啡粉 接下來會為大家準備Cappuccino 放咖啡粉 開啡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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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準備好Cappuccino Espresso Base之後 就開始打奶的部分 首先清潔一下蒸氣棒 大家可以看到,開始2-3秒會有熱水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要清乾淨這支蒸氣棒 抹乾淨,然後就可以開始打奶了 打奶的時候就可以放進拉花杯裡面 對準的位置,放在牛奶的表面 而蒸氣棒呢,開頭可以放在拉花杯的杯咀 就可以容易拿到角度 對準之後就可以開蒸氣棒 開頭就會聽到這些聲音 其實就是這些蒸氣混入牛奶裡面的聲音 那到你想去到你要的奶泡的量之後 就可以把拉花杯拿高 然後做一個漩渦 就將奶泡和牛奶融合 然後又可以清潔一下蒸氣棒 好嗎? 好嗎? 一杯咖啡 現在完成了一杯咖啡 就完成了四杯的阿啡了 Enjoy!